好 在中东以巴局势持续的紧张升高 外交部已经指示了我们驻以色列代表处 根据这个紧急应变计划应应措施 启动了撤侨的专机作业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呢 他对外表示说呢 外交部所派出的专机里面 原本预计是要有16个人要搭这班专机 但是最后上飞机的有14个人 那其中呢 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人民 还有包括了瓜地马拉的侨迷 那其中也有35位的中国大陆籍的人士 本来也想要搭乘台湾的包机 但是确定包机之后呢 是必须要出示相关的护照等资料 所以呢最终对方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 大陆方面官方现在还没有派出他们的专机 那前往以色列来搭载他们中国的侨民 目前还没有展开这个专机撤侨的计划 最主要的考量可能会是什么 上志哥 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大陆在整个 这些尾巴战中当中 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这个死伤的人数的部分 其实很少 那么死亡的人数现在低于五个人 那么伤亡受伤的人也不多 那虽然在网路上就有传一个就是哈马斯 真的把一个华人 中国人说如果是中国人 这个还是被枪杀的这个很不幸的这个消息 但总体来说应该还是对于中国民众的角度 在当地来说 其实还是感觉是被控制的 那么在至少在加萨走廊或者是这一代当中 中国人或中国旅客目前我看中国方面的报导来说的话 都可控或者是说没有太严重 那当然一方面来讲我觉得主要也还是说 整个中国大陆在尾巴战争的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 各方面来说还是可以说是被控制住的 那么对比在台湾的部分也就刚刚所提到的 我想台湾的这次外交部终于难得算是很快时间来撤侨 相较于过去来说 但是呢这次外交部其实联系在台湾的民众 大概有130现在还有137个国人台湾人 在当地被联络了包括学生跟居住 同样跟中国人一样就是说觉得还算安全 在以色列境内是安全 所以他们没有要回来 所以大概整体的那边的氛围是如此 那么特别是这次大家也关注到 虽然派出个专机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少 一个专机去之后就有九位台湾人搭 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 现在快乐统计是瓜地马拉有四位 那么巴拉圭有一位 那么是他们的侨民 所以呢当然他们瓜地马拉和巴拉圭 谢谢我们可以顺道旁边带来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派专机去 至少先到台湾再转回他们国家去 那所以我相信多少这个专机 虽然救我们自己的台湾同胞 因为他们不回来嘛 觉得在以色列OK 但至少在外交部上有点加分 我觉得这个时候尤其是 其实不管是什么国家的话 如果能够提供协助或是帮忙的话 那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紧张情势 逐渐的升高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看到美国国防部 公布了一份中国军力报告 表示说呢 这个解放军 在2030年很有可能会拥有 超过1000枚的核弹头 而且表示说中国对于 传统洲际弹道飞弹的开发呢 会使得中国方面呢 能够直接针对美国本土 包括夏威夷还有阿拉斯加 发动飞核打击 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稳定 会构成非常重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啊 公布中方 而且是预测在2030年 核弹头说会超过1000枚 虽然说这只是预测 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 中方对于美方的这个预测 当然也是提出了 他们的反击来做回应 可是这个时候公布 这样的一个报告的用意是什么呢 Roth 这个是每年都要公布 而且都是在这个时候都要公布 所以这是按照美国法律 他们不是突然发这份报告 是年度报告 所以国防部一定要发了 但是他有意思是他们把焦点 放在这个核弹头的 1000个美这件事情 那说实在 国防部要强一个大的预算 做这个美国的核弹的 这个维修等等 虽然我们常常以为 如果美国跟中国打战 那重点是海军跟空军 不是陆株 尤其是如果是在第一岛链 这边在台海 先以海空为主 对 但是说实在 不能忽略核弹头 他的角色 我们都记得 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 不是有一个中方的局官说 美国真的会以洛杉矶 交换台北吗 对不对 所以核制武器 还是会有他的角色 那是一个吓人的说法 他真的启用 我不觉得是吓人的 我觉得他讲的是认真的 他是很认真的 他是很认真的 所以美国也要对这件事情 这种武器 也一样要认真 但是我们知道核弹通常都是用来痛贺 都是用来威责 我继续请教刘老师 是说因为刚刚提到 Ross也提到说 如果在第一岛链的话 通常都是以海空 那你就算有的话 也是有一个陆 陆海空的为主 那可是核威胁会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因为这次在这个军力报告当中 其实大家也关注到的是 他也提到了六个项目 就是六个要项符合的话 就是会决定大陆会对台动武的 对啊 当然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了 第一个就是你大陆对台湾动武 就是或者说第一岛链 就是你刚刚讲的 那到底会怎么打 第二个就是美国如果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 他考虑的是全球嘛 他全球 他的考虑上说 你是一个强权 那我这是一个强权 那我们两个队的话 当然有 当然就是核武 那核武呢 所以过去 就是刚刚Ross讲的 会不会拿台北换洛杉矶 以前欧洲也这样讲过嘛 那如果苏联如果打欧洲柏林 那就是拿纽约什么来换 事实上有很多的都是讲说就是核武 那我当然如果两个大国要变 它不全是全部在台海 它是全球的格局来看嘛 那当然了 这后面当然有预算 预算的政治 每一个报告都讲说都有它的 都有它内部的一个 争取预算的一个目的嘛 要说我今天要怎么做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跟美国的一个这样对抗的这个态势 我想这会持续下去 每一年的报告它都会有这 都会有这个部分 对 我们前两天还特别聊到了普丁 这个它随行的两个军官 也是拿着这个核弹发射的那个 这种这种和这个皮箱 好 现在看到说在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里面 大家也关注到另外一点 就是列出了解放军自我评估 所发现的问题 这不是解放军自己评估 而是美方觉得解放军应该会如此评估 所发现的问题 所以指出了解放军指挥员的五不会 哪五不会就是不会分析判断形式 不会理解上级意图 不会定下作战决心 不会摆兵布阵 还有不会处置突发状况 这五不会 美方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要设法知己知彼 但是看完之后会不会觉得美方 想法会不会有点天真 我要问文家老师的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 在中方这边很重要的军事人士安排 包括了现在传出的刘正丽 有可能会接任 接下来中方的新任国防部长 你觉得未来新任的中方的这个防长上任之后 可能会针对他们目前的一些军事项目 哪些会是列为首要要改善的部分 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我们大家关注的是国防部长会患人的问题 那其实在10月10几号的时候 媒体大纪有都有很多报道 大概就是由刘正丽来一个接任 我觉得也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刘正丽现在是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然后呢他这个不但具有这个所谓的战略 战术跟战斗的一个经验 包括打过越战 所以呢这时候任命他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他来担任阶梯李尚虎 那我想说这个之所以这个安排 而且刚回应的问题就是说 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想要几个事情他可能是要去做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去凸显习近平他维稳的用意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的军方一直人事很不稳定 包括一些贪腐 包括一些这个可能不听话不忠心的 那刚好这个刘正丽他刚好有几个他思想过瘾 而且对习近平很忠心所以用他是很稳 那此外呢他可能要利用你上的这个刘正丽他 他的这个专业尤其是这个带兵的专业来达到 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 五不会就被五会 他五会嘛因为他我看他能够当到这个位置 而且他能马上要接替国防部长 他大概也能够这个审时度势啊 那大概也能理解习近平的意图嘛 那大概他也能下定作战决心 也能够去这个去做兵推 去做这个作战准备 还有会处置突发状况 我想他是会达这个目标的 那所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国防部长组外 就是组的是一个外交军事外交 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要跟美国呢 再进行军事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 就在所谓的在对抗中会有对话 这个机制我觉得他现在当众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是主导 像之前李尚文因为他受到美国制裁 所以他还不好去跟美国谈 美国也不好 拉下来就跟他谈 所以他派他上来 那刚好可以解除这个尴尬跟这个矛盾 那此外我觉得他还部分就可能要推动军事的现代化 我们看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军力的报告里面 他不管是从这个飞弹到所谓的这个整个一个架 整个战略架构 其实都是要怎么 就新时代的一个新任务 所以他一定也会去怎么样 去推动军事现代化 也是习近平希望他们做这一段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美方军方推出这个五不会 我想问一下美国人的思维 就是到底是按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 就认为说解放军他们这个五不会 我不能为美国国防部说话 所以而且我们常常怀疑美国不管是情报单位国防部 他们对中国的资讯真的是不完全不正确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情况 尚师哥您觉得呢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消息来源或资料来源是 中国大陆会有些去对于军事的强调 比如说他们会强调说 中国的解放军们要要懂得分析判断形势 要下定作战决心 要怎么样处置突破状况 他们把中国强调要求的东西转换成美国解释 你这么强调表示你这个地方可能是不太会的 我个人做推论 否则怎么能够去想象 但是这五个点还蛮像是中国的文字 或中国的wording的那个思路 倒还蛮像的 我刚刚提到说说说讲到六点 就是我自己在看说除了这个针对美国的这个 就是军力中方的军力 然后做了一个特别这样的一个推推演之后 其中有六点就是特别又提到了像台独这六点 老师老师因为过去就是讲说 它其实应该是重新的去强调 就是中方的立场 符合这六个要项 也强调了说动物的决心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 对啊 因为它其实我们讲说 看那个军力是不是危险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硬体 第二个就是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定人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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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